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大上科技13.3英寸电子墨水显示器和苹果电脑连接 首先要去把您的苹果电脑有标准HDMI接口 如果是像这种只有mini dp接口的话 需要您提前购买一个第三方的转接头 买一个mini dp转HDMI模式转接头 具体的转接头可以咨询我们的淘宝客户同事 连接方式 第一步将配送数据线的mini hdmi接口和搭上写热器连接 第二步把usb和苹果电脑的usb接口连接 现在我发现这个设备已经进行了供电 第三步我们需要 由于我这是用了一个转接头 所以我要先连接一下转接头 最后一步是我们要把HDMI接口和这个转接头相连接 你一定要注意要接紧接牢 好 现在发现已经成功连接上了 苹果笔记本电脑连接大哨显示器 默认识扩展模式 如果您本身就喜欢使用扩展 那直接这样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您还是想要镜像模式 复制模式的话 那我教您进行调节 调节镜像模式的方式 是在左上角 系统偏好设置中 我们找到显示器 找到排列 有一个勾选镜像显示器 勾选以后就会发现 目前我两个屏幕已经显示一模一样的画面了 也就是镜像模式 接下来如果要是您觉得整个字体稍微细小一些 想要调大 那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分辨率的方式 让整个系统显示效果的文字图标变大 在这里有一个缩放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往下降低分辨率 发现现在已经大了一些 那我们再往下降一挡 至于使用哪种分辨率 没有特别的推荐 还是要看大家的喜好来决定 我觉得目前这个分辨率 就是比较合适的 就会有一个比较好 我说明天就会有一个比较好 我说明天就会有一个比较好